耶稣和孔子都說過 戀愛是初戀的無限美 今晚教大家如何追求女生 早前有位女網民出帖發起 女追男的討論 網民表示自己在外表算是多討好 亦懂得打扮 甚至朋友都稱讚過她漂亮 但從來沒有被追過 一直都是單身 但朋友都不明白為甚麼 說了那麼久,是沒有想的 沒有想沒有性 你說你理解人吧 這麼想嗎 我知道日本有些女孩 沒有樣子、沒有球、沒有腳 但她身體有一個地方很漂亮 就是腳的雞皮 甚麼是腳的雞皮 我真的說真的 這裡是甚麼 腳的雞皮 她怎樣漂亮 因為這個位置 不應該有任何曬傷、刮傷 這個位置應該是完美無口滑的 有些女孩會特意保養這裡 她敷面膜是在這個位置 真的 日本是一個很多癖好的地方 為甚麼是鎖骨牛奶 鎖骨牛奶,有沒有聽過 甚麼鎖骨牛奶 有些女孩覺得自己的鎖骨很漂亮 經常穿橫薄的 他們會在鎖骨上倒牛奶 放在那裡 那些兒子就會想喝 我是跟姐妹說的 有時你看著鏡頭 我看著鏡頭真的很醜 像李十一的樣子 女孩 兒子也糟了 糟了 別說女孩 但你無論如何都找到一個漂亮的地方 例如腳的雞皮 鎖骨 人中 你一定會找到一些漂亮的 我丟你的人中 男人想找人談心事 大多數會找女人 所以女人跟男人聊天 很容易混淆到男人 這個時候 你這個女性的朋友 就會成為了她的樹洞 先未做洞洞 不是小洞就有大洞 對 你知道她的東西越多 越覺得你真的很親切 慢慢就會把你能成為物有 大蓋總大障礙 不如你認真地學唱這首歌吧 我很想知道真正的歌詞是甚麼 只是聊天真的不夠 很容易被人… 覺得仍然是朋友 所以聊天要有些技巧 一直深入內濕的世界 聊到差不多了 大家再親近一點 就開始跟男生說一些色情 對,你受不了我 這個世界會有這樣的女生 我去世紀總會都是這樣的 很譚炳文 對 表門 如果這條女生很譚炳文 表門真正 我真的沒見過女生說色情 對,很少 不會是這麼說的 你看看你的小女生都突出來了 不會這樣吧 如果有這種女生 我真的瘋狂愛上她 我覺得這只是只有Mimi 會這樣做而已